哈喽 哈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九月爱用品 我很应景的穿上了小毛衣 因为国内已经开始入秋入冬了 这个月没有怎么发视频 因为生病住院休息了半个月 今天呢又是爱用品 发现这个月过得好快 这个月呢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化妆 主要是生活用品 护肤品还有洗护产品比较多 还有一个小电器 那么就快点开始吧 往常爱用品我会先讲护肤的步骤 那今天我先讲这个手表 因为我上一支空瓶记的那个视频 好多人都在问 最多人问的就是我这个手表的表带 我会把它的店铺放在屏幕上 大象灰这个颜色 我觉得挺好看的 因为它比官方卖的都要细很多 这个手表其实已经是苹果四代 应该已经没有在卖了 但是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表盘的大小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小一点的手势 所以这个手表的大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有用它蛮久一阵子了 它应该算是我的一个爱用物 我也今天说一下我喜欢它的几点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可以出门的时候 方便手机支付 因为现在要一直戴着口罩 没有办法面部识别解锁之后 用手机附账很麻烦 每次都要手动输入密码 那这个时候有手表就很方便 支付的时候就按两下 旁边这个小按钮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去人脸识别 也不用去输入密码 就只要你的手机跟你的手表 在一定范围之内它都是可以完成这个支付的 所以在这段时期就很方便 所以我现在只要出门都会戴手表 第二点呢就是它找手机很方便 我这个人就是手机天天拿在手上 然后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的那个 我就在家里待着我都能找不到手机 然后这个手表呢就可以帮我找手机 因为我的手表大部分时候在家的时候呢 我都是放在床头柜充电的 所以我的手表一定不会找不到 大部分时候都是找得到的 就可以用它里面的找手机功能 就你的手机就会响起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到它了 这一点是我用这个手表最多的功能 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没有办法 我如果没有这个手表的话 我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找手机这件事情上 我买手表这两点是我觉得最有用的 当然其他比如说监测心率呀 帮助你跑步运动啊这些都也是很好用的 但我觉得运动手环啊这些也都可以达到 看大家有没有被我这前两个理由中草 接着呢我们就来说护肤品的步骤 我也会按照上一次的那个顺序把它写在这里 每一个产品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也会在小括号里面标注清楚 清洁产品包括成间截面晚间卸妆 这些都是跟上个月一样的 那我先从护肤品开始说 第一部还是百直脆小绿品 上个月我刚用到这里 这个月已经用到这里了 然后我已经囤货了 上一次我提过这个之后呢 爱用品的评论下面就有人说 李佳琦今天晚上直播间买一送一 还是两瓶多少钱 然后我当天晚上就下单了两瓶 所以这个应该会无缝衔接到下个月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它 修理可的CF这个抗氧化的美白精华 很快就要用完了 然后这个月的成间我还有把这个 波莱雅的眼霜放进来 它就非常清爽 所以日间用我觉得也会非常舒服 不记得上个月有没有给大家展示这个质地了 就是非常水 像一个精华一样 然后防晒呢 这个月我又用回了我去年的爱用 Homeo Beauty这个 一直一直都非常喜欢它 一款化学防晒 比较清爽 没有特别油腻闷的感觉 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 你应该会非常喜欢 最近发现我的皮肤已经从混油变成了混干 真的除了鼻子会出油之外 我的额头脸颊 反正就是一点都不油了 我觉得脸上出油量有明显的变少 我能感觉到我在保养滋润方面的需求还是蛮高的 然后这款其实我现在用下来 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不够滋润 所以我现在用量都蛮大的 用完它之后再加一个保湿的东西 比如说Bobbi Brown的橘子面霜 我其实现在用量就很大 晚间清洁类我就直接跳过了 然后第一步还是跟上个月一样 是在用雅士兰黛的这个 上一个月做字幕的时候我才发现 它这一款水就是比较适合混油皮的 有一个花瓣的这一款 它还有另外一款它是属于没有花瓣的 那个更适合干肌 作为水我也不希望它有什么多么大的保湿力 但这款用起来就还挺清爽的 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的话 这款应该用起来会比那一款要舒服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然后接着还是跟上个月一样的 小绿瓶打底 然后加上这个Ball Lab的VC精华 然后接下来这几个产品是我上个月不一样的 Algenist这个A唇 这个我其实觉得它还蛮温和的 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用A唇了 这个是我刚刚开始用 所以我觉得耐受各方面都要重新建立嘛 对于我来说它是蛮温和的 我是每天晚上都有用 然后大概是一泵的量 然后它用起来也很舒服 没有任何刺激 它质地有点像乳液 然后吸收的也很快 这个使用感很棒 目前我这个只用了一周 然后它也几乎没有香味 所以这款还算是比较温和的 我觉得 然后眼部呢 我就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年纪大了 有很多小细纹 可能刚护肤完看不到 但是我上了散粉 或者是上了一些偏干的底妆产品的时候 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担心 我的眼霜有点不够滋润了 然后我会先用柏拉雅这个打底 然后紧接着我会用这个精唇的眼霜 蓝蔻精唇这个眼霜 我其实以前就有用过一段时期 偏膏状的 涂上封闭效果很好 一点点就好了 我一般是把它在指尖搓开 按压在脸上 然后再用手掌这个位置 这是虎孔 我忘了 反正就是这两块肉把它搓热 然后这样按在你的眼眶整个周围 让这个东西融化 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它按进去 反正手法都很轻柔 它不是那种很好推开的质地 所以你要稍微有点耐心 但是封闭效果很好 我目前用下来都还是很喜欢的 但我说实话 我不喜欢这种罐装包装的眼霜 我会懒得用 所以我要立个flag 我要好好的把这罐眼霜用完 然后接着是面霜和颈霜 上个月我是用Lamere的那一款 已经见底了用完了 然后我这个月换成了这个Puzzle Puzzle的 我记得很清楚 我两年前有跟方子讨论过这个面霜 当时她好喜欢 然后我当时感觉有一点厚 有点油 然后现在我用它 我觉得这个刚刚好 很像酸奶跟豆腐 它有一点点流动性 但是流动得非常慢 很好推开 然后我基本上用它呢 就是把它挤在手掌心 搓开以后按在脸上 全脸都按到 它是作为护肤品最后的一个封闭层的效果 然后它没有让我长任何豆子 我最近脸上都没有长豆子 就很稳定 当然这种面霜类产品 真的要看你自己本身皮肤 是不是需要那么滋养 然后我现在31 我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有份的护肤品 颈霜还是在用这个Revision的 这个罐子我都是每天交替着放的 有时候是把它反过来放 这样打开 它就会粘一点在这个盖子上 我就直接取盖子上面的量来用 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用面霜会比较卫生 我有坚持用颈霜 虽然说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但至少不会恶化 接着呢就是洗护类 然后这个月的洗护 我其实有一个产品是我买了很久 一直都没有用到 Christophe Robin的这个海盐洗发水 海盐洗发膏 很有名很有名很网红 说实话这个海盐的洗发水 它用起来会比较麻烦 你要把它就是拿出来之后 慢慢有耐心的去起泡 要不然的话它很色 海盐颗粒的 但是他们家这款的颗粒是偏粗的 头发比较脏 然后我会想起来 深度清洁的时候才会想用它 这个用完了以后 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无敌 控油蓬松 非常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十几号的时候去住院 然后住院前一天晚上 我就想说用一下它 好好把头发洗干净 因为未来几天可能要休养 也不方便洗头 我就用了这个 没有想到我的头发居然一整周 我头发都没有怎么出油 我那一整周都没有洗头 我可能有冲凉 但是我没有洗头 至少前三天都无敌的蓬松 就感觉跟前一天有洗头一样 我又想给大家安利它的原因 主要就是如果说你有一段时期 不方便洗头 卧病在床 还是你可能来姨妈之前 就那几天你不想洗头 你就可以用一下这个海盐的洗发水 真的可以保证你那几天都不用再洗头了 一次顶五天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家中常备 对你不用每天用 但是你急需在某一些日子的时候用一下 真的很管用 我们家门口有邻居的小孩在过道打羽毛球 我不知道会不会录到视频里面 希望不会 OK 他们真的好快乐 就刚才那个海盐洗发水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你用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可能前一分钟它都是有很多颗粒在的 你兑一点水慢慢慢慢的起泡 大概你揉搓到第二分钟第三分钟的时候 它那个泡沫真的会巨多巨多 就是要多花点时间洗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你洗了一次顶五天 比你每天花一分钟洗头 但是只能维持一两天 应该还是要直一些的 接下来呢是我这个月最喜欢的沐浴露 然后是这个毕柔的U系列 这款泡沫沐浴露 在shopee就是虾皮网站上 它有一个康室美就是台湾直游 可以直接游到新加坡 然后我当时就刷手机找到了这个 然后我其实是觉得它包装很好看 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买过 类似这种日系开架的产品 的护肤洗护类都很少买了 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像我学生时期很爱买的包装 然后这款它好像有两个香味 我买的是蓝色的叫做优雅花香 这款我在淘宝上没有找到 然后我后面看它的原产地是台湾 可能只有在台湾地区才有卖这个 这款它是泡沫型的 它的泡泡真的超级超级的棉 我每次会大概按个七八下左右 因为洗身体嘛需要很多 然后它的泡泡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很新颖的东西 我记得多芬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觉得有一点酸酸的那种酸橙 还是离子配花香的那种感觉 就是真的很像学生时代有的那个味道 我原本没有期待它有多好用 我真的是为了它的包装 还有它的这个某种不知道什么的情怀买的 但真的还挺好用的 还是蛮温和的 不会很干涩 洗完皮肤就是正常的清洁的范围 如果你是喜欢洗澡的时候 有很多泡泡的人用这款会很快乐 接下来还有两个产品 是生活小用具 然后这两个都是跟饮品有关的 首先是一个我找寻了很久 非常非常好用的 各方面没有什么缺点的吸管 你看这个吸管的颜值多么高 可以外出鞋带 可伸缩 可以喝波波奶茶的吸管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Zuku 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套子 外套是塑料的 然后吸管本人在里面 可以把它拉长的 然后还有配一个便携的小刷子 这个是不锈钢的 非常的耐用 然后也不会有碎掉 或者是容易戳到人的危险 因为它本身各方面都做的还蛮光滑的 这个是可以喝珍珠奶茶的 就是你可以吸到里面的波波 外出很喜欢在奶茶店买饮品的话 这个很方便 因为它可以随身带着 商场里面的卫生间去冲冲干净 都很方便 如果说你不方便洗的话 你就可以先暂时把它放进去 它也是颜丝合缝的 不会露出来 看 你就可以放到你的包包里 这个就是非常棒 最后一个产品呢 又是小电器 是一个加热杯垫 颜值很高 很复古的造型 然后它是塑料的 其实我当时收到的时候 我有点持怀疑的态度 这个怎么用呢 就是你把它放到桌子上插着电 然后把你的热影直接放到上面 放到这个圆圈圈的这个中间 然后选择它的热度 你可以选择的温度有40度 55度还有70度 这个地方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这样拨的 其实不是按压的 不要把它搞坏 就是按压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它维持多长时间的热度 可以选择2小时 4小时 6小时和8小时 你的杯子这样放在上面 它就会从底部给这个杯子加热 比我想象中的有用很多 这个真的很值得买 因为我自己喝水很慢 我应该是我见过的人里喝水最慢的了 就比如说给我自己泡了一杯茶 我可能要分6个小时才能把它喝完 然后它就已经凉掉了 你们都知道茶饮很多水 你都是最好喝热的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喝热的也比较好 然后我在工作那个时候 我又是在空调房里又很冷 所以喝点热水真的会让我 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待的比较开心 非常管用 确实是挺热的 就是比如说我一般都是放在40度或者55度 我没有放到70度过 它就能够保持那个水 一直是属于刚泡好的那个入口的那个温度 你不会觉得很烫 然后也可以让你保证 每次都是喝到热的 不要去摸这个位置 非常烫 所以如果你担心它功率不够高 加热不够快 这个你可以放心 但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去碰它 有小孩子的 再三盯住你们一定要小心 突然间嗓子压掉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脸上今天的妆容呢 我会放在屏幕的旁边 你们自取就好了 哦 最近有一些新的上心 给你们一次性说一下 在10月份的时候会有小上心 就是新款的眉粉 也就是我今天眉毛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其实是会比之前 我最喜欢的画唐人呢 要更偏中性色调一些 你可以直接用它画眉 或者是当成眼影都可以 我今天的眼妆还有鼻影都是用这个 橙香木画的 大部分的发色都适合 我现在这一块都是纯黑的了 小的上心呢就是我们娱乐的发抓 这个目前定的是在10月份上心 本来是想要放到9月底的 但是因为最近工厂很多工厂都限电 所以它的产能变低了 所以这个发抓我相信大家真的是等了很久 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就只能等工厂出货我们才可以贩售 然后这个消息呢最后我会发到微博上面 目前就是这样了 双十一呢会有双十一的上新视频 到时候我会在里面介绍新品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要给你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最近胖了 达到自己的人生巅峰 但是很可惜的呢就是体重达到了巅峰 有时候其实你每天照镜子是发现不了的 直到有一些很硬性很客观的东西 你发现发生了变化 我那么多视频 我从来都没有一起没有带我的尾结 我今天没有带 因为我的指头变粗了 我带那个尾结我觉得好勒呀 所以呢我要减肥 未来的这几个月呢我应该都会在减肥中度过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